首先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一些CRS comment like share 和按一按订阅的钟这个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我们亦都有一个YouTube的80元会员计划 这个80元会员计划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的 所以就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解答的 你问我多少问题 留多少次言 我们都是会回答的 那就非常之划算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除此之外我亦都有一个pay me 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亦都放在comment和capture那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亦都欢迎去打赏 我们亦都会多谢一下打赏了我们的朋友 这是一个点唱的环节 如果你们有一些message 希望借我们的平台可以说出去的话 欢迎pay me打赏我们 我们亦都会把你想说的message公布开 所以如果你有些特别的东西想点唱 想我说出来的话 亦都feel free去pay me打赏一下我们 只要不犯法的话 任何东西我们都可以说的 除了我们有pay me之外 我亦都有一个patreon订阅产品 那个patreon订阅产品 就会报复到黑暗内幕 还有最近有一个 30万面试套演的才记 我就放在patreon产品那里 但是具体的做法 你就要订阅我最高 tier 就是95元或以上的tier 你才能听到到底具体的操作是怎么样 因为都有一些复杂的 我用了超过一小时的时间去解释整件事 但是如果你想听一个简单的版本 你就订一个简单的版本 但是那个简单的版本 你得到的东西当然是简单很多 大致上可能没有以前那么优惠 但是如果你想听一个复杂一点 令到自己的财务再松动一点的 就是理财财务的话 你就要订阅我一个比较高阶一点的版本 因为一个月可以套30万面试 还可以分几期去还 然后还可以每个月再套演的话 这个财务都相信优惠了很多人 甚至乎我是教别人有一种税务缴交的方法 可以一月的税是透到五月去交的 也都令到很多人都舒服了很多 我想这些东西就 大家可以再订阅我多些 或者了解多些 那除此之外 阿然我就教别人怎么省钱 又或者教别人怎么做好理财财务 最近 赚钱的东西就反而阿然就更厉害了 虽然我都找到很多钱 最近在Forturn Inside Prime里面的股票也中了很多 但是阿然他的投资回报就真的非常厉害了 今个月都捉到几只 是两三日前买 就立即有一个爆炸性的回报 几十个百分比 然后在上一个月的美股也都升得很厉害了 有几只 都是可以升到过倍的 如果大家真的要把握一个机会的窗口的话 就可以在下面的Google 还有Google 连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填上一张 和阿然了解一下他的投资策略等等 和他了解一下沟通一下 因为我自己都相信 真的这一年怎么也好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方法去寻多些钱 因为今年的机会窗口就只有现在这一刻 之后那四年我相信是会比今年更加难去寻到钱 那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的机会这样 好,阿燕,我们今天有些什么话题开始讲起好呢 我们讲一讲这个楼市新闻 最新的资讯就是在这个全面切纳之后 不少艺人沽售手头物业 其中最终目的是 这一个礼拜的乐谈天后皇妃 上个月底就用这个6,450万 卖出了持有的香港仔,深湾9号的中低层的四房单位和车位 那你对于这些名的沽货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我觉得本身沽货都已经是大势所趋的了 也有很多人觉得现在的楼市未必是有一个好好的趋势 都是在找位去沽货 只不过今次刚好是皇妃 所以就成为了一个热话 也会有很多人去关心 而且也有一个比较的就是 同一个屋苑就是之前 刘嘉宁一个月之前都是有沽货的 所以这次皇妃一个月后才沽 其实是沽少了大概900万至1000万左右 这次皇妃是以6450万去沽深湾9号的 而刘嘉宁那个赤价就再高了大概10%左右 10%左右 所以你会看到那个叫做大型多一点的 就是住宅如果是越 就是越 持沽货的话 那个差异都可以是很大的 因为始终这些大型小小的 住宅 就是6000多万 它不是上车款来的嘛 你能够在那个市场愿意接约那些人呢 多少 都是有少少的投资性质啦 而很多人都未必在现在这个状况 是这么看好那个临时的嘛 那你要找一个下家呢 都是难的 那我自己那个感觉就是这样啦 至于深湾9号之后可以再谈多一点点 但是 就再看一看下 阿妍你有些什么看法先 我想这个也算是一个 就是比较楼价高的一些的单位啦 就是你看到其实那个成交应该不会 会及一些叫做小价楼或者中价楼那么多 所以我们看这些数据的时候 可能要比较小心点 因为可能它那个 每一次买卖的价差 都是可能相差了几个百分比 就不像一些大型屋苑 那可能 譬如太古城那样 那个价差 因为它每日成交 都有之前的数据可以作为安排 所以就我们阅读这些数据的时候 要比较小心点 这个是第一点 还有第二点就是 我们很多时候可能给这些名人买货 或者名人沽货的新闻 一时后就可能误导了我们对这个楼价的一个 确切的看法 那事关于这些名人的沽货 或者买货的新闻是比较及证的 就是之前 临座阿妈沽楼或者临座沽楼 今次就是皇妃 或者这个刘嘉玲 或者两个月就没记错这个 临奋强 就是这个楼市 但是很有的 都是选择去到沽货的 但是我们就不要忘记可能这个 这些这样的沽货行为 其实一个叫做有一买一买 就是你每次的单费成功 都是有人买 亦都有人买 那其实我们如果 单凭某一两个名人的买卖行为 而是决定了那个楼市的走向 这个就不是很现实 反而我们应该看那些 中原楼价指数 或者订个楼价的 确实的数字 或者那些息口才真正是 判断楼价走势的一个好的数据 就是你会看到现在 在全面撤压之后 楼价的 中原楼价指数 是升了上了一点 但是你当原了那个叫做小小阳春之后 其实就跌下来的 那你如果看回这个数据 其实才是最能够 反映到那个楼价的走势 但反而你只是看一些 名人的买卖的数据 就未必很准确 而且会可能 牵涉到一些 情绪化的判断 所以这个就不太好 你讲得非常纵确 比我讲得更加好 所以大家一定要 多多支持一下 90后投资经理雅然 去追踪他的Facebook和IG 最重要就是他 这一段时间 节节上升的投资 服务回报 希望大家可以 找一找他去帮手 保本保命 和支持一下他 我自己对于深湾9号 是有一个观感的 就是曾经在上一个周期 现在的人就说进入了九云 如果我没记错 在七云八云的时候 七云我应该经历不了 但是我记得在八云头的时候 我有听过一些风水师傅 就说其实深湾9号是一个 挺适合 住的地方 因为 很多人都会住深湾9号之后就发迹 我记得有几个 是特别多 风水师是喜欢的 比如深湾9号 然后奥宏风 然后是不是朗日风 这三个盘 是特别特别多 金融人去关心的 但是 盘这些东西就一时一样 上一个周期就可能关心这三个盘 然后下一个周期可能就是其他的盘 我自己都住过奥宏风 坦白说我就吃不到那个星浪 反而我一进去的时候 就极多麻烦发生了 可能 始终你夹那个 地方都要夹自己的那个日 日和地方都要夹的 而且 我住奥宏风的时候 刚巧就撞正着这个 这个启得不停是有新的 楼本起 那些人都说 如果你住在一个大洞土附近的地方 都是差点的 结果就应验了这一样东西 所以就 我有时都会 观察一下这些叫做非财经以外的因素 又或者当成是一个小小的财经八卦 去 去跟大家分享 那现在 九运你再转楼的话 可能都要问一问一些 资深原学故运的意见 我自己就相信的 所以 我们节目有时候都会找我一位 御用开的风水师傅 Andrew 就上来跟大家聊聊天 但是就 深湾九虎这个地方 我都去朋友家玩一次 都挺大挺漂亮的 就是一个 豪宅这样 我觉得他是称得上豪宅 不是说现在 起来一个楼盘 都是一些偽豪宅 扮豪宅 大致上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观感 有没有什么补充 我记得有些beast model也挺有趣的 刚刚听完你说的这个风水师 就是风水师是会专专找一些经纪 AA那些 留了一些可能风水的领 然后再经过那个 经纪的人物将那些盘报出去 这个都是一个 有趣一点的观察 但是这种 我都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还行不行 因为 以我所知 风水师是会和地产经纪会合作的 因为有些人对于楼楼 都有选择暗难证的嘛 我其实是这一类人 所以我就会找到风水做一个顾问 风水当然如果是这个需求的情况之下 因为我有风水的需求 又有 租楼的需求 两个需求结合之下 就变上风水师傅和 地产经纪都会有一个合作的空间 那还有 有时候 我记得 很久之前 一些楼盘如果很难 售盘的时候 都是会找一些风水师傅 去做一些 暗售的 就是说这个盘 是 很好运 风山水起 扶持指效 轻有帝工 什么差 就拿来做一个 市场 那我就想起 这些这样的东西 但是 我们今次的题目 讲到这里 我们先不如向下一个的题目 我们讲一讲这宗财技的新闻 HKTVmall 武企 香港探索科技 1137 而回购 最多1亿股 受这个消息影响 股价 突然 开始 爆升 去到1.93 那你又怎样看这个回购操作 我的那个看法就是 HKTVmall的股价就跌了很久了 我都是非常之欣赏我的好朋友 就千尊师他作为HKTVmall 其中一个广告的 不能说代言人 总之一个广告里面的 就是representative 他说了一个金句 我认识的 大家可以用HKTVmall的服务 但就不要买HKTVmall的股票 他类似一个这样的说法 我自己是很认识的 我差不多一个月都会用 3-4次HKTVmall HKTVmall我的用法就是 每逢星期三 因为好像是那个高VIP 就会有一个 5%的VIP 回赠 那我花够 500元 然后用適合信用卡 就是本身你是VIP 已经有5%回赠了 用適合信用卡的话又可以再多些回赠 所以那个回赠也挺多的 那只要用什么信用卡大家可以在patreon问我 我自己也是会 去帮赠HKTVmall的 因为我住的比较远 我其实家里附近就没有太多 什么超市啊 连七仔都没有 变相有时候一些 生活寂寞所需我都会用 HKTVmall的服务 譬如我买那样子 自己都在HKTVmall那里买的 那我就已经养成了一个惯性了 而且一说到股价 大家都明白的 因为股价也很不振 很差 所以有一个回购的计划 我都 觉得是 合理的 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跌得太厉害了 而HKTVmall 虽然我是他的粉丝 经常用 但是 没有收广告钱 我希望 王怀基你不要只益我的朋友 千种 不过都益一下我 给一些广告来洗 Anyway 开玩笑 但是 我都无可否认 这个HKTVmall 在面对着很大的竞争 因为最近三号超市都说 准备做600元可以直送 现在很多人都会回大陆 去帮忙三号超市 然后帮忙三号超市 帮忙到一个位置 就直接是有一些 黑三号超市 货品上面的 一些短片 我都有时见到一两条 就开始 变成了一个 现象 而三号超市 一直都对于香港这个市场 是富士担担的 比如我记得有一家银行 H字头 有一些信用卡优惠 是可以特别 三号超市 然后三号超市 现在不单 只是做信用卡优惠 是直接 是有直送的 而HKTVmall 就有500元以上 我忘记了 500元以上有的5% 好像不知 200-300元 他都可以做到直送 现在三号超市 就有600元直送 所以都会构成 若干程度的竞争 而三号超市 其实都来上空空的 所以我都觉得 对于 Wikipedia王 王维基 因为我很 欣赏的 实业家 都会有一些 压力 我想他们都在找方法去应对 大致上 那个business model 和那个股价上面的东西 先说到这里 没有股价推销 没有推价 从来我都觉得 HKTVmall HKTVmall的服务 比他们的股价 是更加吸引的 那我自己都 不会玩HKTVmall的 股票 但是就 纯粹 轻轻一说 我想就 不只是零售的业务 在香港 那些公司受到冲击 就是很多一些 餐饮一些 内地的大型的 连锁的集团 无论打边炉也好 一些其他的 饮食店也好 其实都来香港 插旗 其实背后 这一班人 就是因为可以享受到 中国的 定本比较低 所以就不介意 可能和你那些本地的企业 打价格 所以HKTVmall 或者八街 维抗香港业务 会在未来10年 很受到冲击 这个就是 没什么 可以怀疑的地方 看看他们 就能不能撑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说回回购 那点 其实你看到 王维基也是一个 很聪明的商人 你看到他们 当年在2020年 就做过这个 配股雜誌 我没记错 当年的股价应该是 5个多左右 即是他在高位 就完成了 集资行为 将股票 就卖出去 然后现在 股价由十几万 跌到 一个 几左右 现在最新是 一个九号几 再低位用 回购方法 去到买 那些股票 其实一来一回 就是高 卖 低卖 这个就是 你看到他 是怎样 食正了 当年2020年 疫情 那些人 逼着香港消费 那将公司的业绩 推高了之后 他就利用这个 声势 帮公司进行雜资 然后现在 再低位 去到买 那些股票 就是整个 财业 去看 是非常之精彩 这个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 你回购 在香港 其实近年 都不是说 很罕见 就是你见到一些 的银行股也好 或者一些本身的价值 都 即是内畅价值 都有在 但是股价比较低的 公司 其实都在不断 进行这些 的回购操作 事关就是 可能他们的负债 比率就不是很高 但有现金 在那里 反而他用一个 折让价 去到买回 公司的股票 都是一件好事 事关于现在 的 我恒指虽然上去 18000、18000、19000点 但这 在历史上去看 那个 都是比较低位的 那么就 用这个方法 去变相 增持 因为你买完 回购完的股票 是注销 即是你原有 那些股东 或者拿着股票的股东 其实那个 持货百分比 是到上升了 能够增加 每股的盈利 很多公司 都是用这些 去提升 那个纪录领奖价值 这个就是 现在 整个市场的情况 还有它是用内部资源 那所以 如果我没记错 是不是 回购 它不是增持 是没错 部分回购 是 我觉得现在 与其拿那笔钱 去 擴充业务的话 都是 濕制的 因为现在那个 经济气候 商业环境 你去 做一个 新的业务 擴充 就好像 你再 赌多一局 那样 如果有钱 你又不想就这样 放在个币 晒大洋 你也未必想派息 我觉得回购 去捕自己的股价 都OK的 甚至 今次的回购 就是慢慢 托下托下托到股价 真的有一个 不错的升轨 不要说是升货 那之后你再 适时地去找方法 去做一个 配股再集资 都可以 是一个 操作 那我就觉得 这一个 就是 财技 那我们 到时候 再 看多一点 现在都很难就这样 只凭一招 去判断太多 所以就大致上 都是这样 那我们 最后都问一问 就是 阿妍你 有没有持有 上述说过的 任何股份 绝对没有 好那我们 今集就 来到这里 那我们下次节目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 首先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些CRS comment like share 和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个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都有一个 Youtube的80元会员计划 那么这个80元会员计划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的 那么所以就 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解答的 那么你问我 多少问题 留多少次言 我们都是会回答 那么就非常之适合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那么除此之外 我也都有一个pay me code 就放了在影片的左上角 还有也都放了在comment 和capture那里的 那么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呢 也都欢迎去打赏 那么我们也都会多谢一下呢 打赏了我们的朋友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点赏环节 就是如果 你们有一些的message 希望借我们的平台可以说出去的话呢 那么欢迎pay me打赏我们 那么我们也都会 将你想说的message 就叫做公布开去啦 所以呢 如果你有一些 特别的东西想点赏 想我说出来的话呢 也都 feel free 去pay me 打赏一下我们啦 那么就 只要不犯法的话 任何东西我们都可以说的 还有就在 除了我们 有这个pay me之外 那么我也都有一个 的patreon 订阅产品 那么patreon 订阅产品 就会爆发很多黑幕内幕 还有最近有一个 30万免色套衣的裁机 那我就放在patreon产品那里 但是 具体的做法呢 你就要订阅我 最高tier 就是95元或以上的tier 你才能听得到到底那个具体的操作是怎样 因为都有一些复杂的 我用了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去解释整样东西 但是如果你想听一个简单的version的话 那你就订一个简单的版本 但是那个简单的版本呢 你得到的东西当然是简单很多 那么大致上可能 就是没有以前那么 那么优惠 但是如果你想 听一个复杂一点 令到自己那个财务再松动一点的 就是理财财技的话呢 你就要订阅我一个比较高阶一点的 版本啦 因为一个月可以兑30万免息 还可以分几期去还 然后还可以每个月再套衍的话呢 这个财技都相信优惠了很多人了 甚至乎 我是教人家有一种 税务 矫交的方法 是可以 一月的税是透到五月去交的 那也都 令到很多人都舒服了很多 那我想这些的东西就 大家可以再订阅我多些 或者了解多些 这样 那除此之外呢 阿妍呢 我就教人家怎么省钱 又或者教人家怎么可以做好点 这个理财财技 最近 赚钱的东西呢 反而阿妍呢 就再劲点了 虽然我都 找到很多钱 最近 Fortune Inside Prime 里面 的股票都中得很多 但是阿妍呢 他的那个 投资回报 就真的非常之劲 这个月都捉到几只 是 两三日前买 就立刻有一个爆炸性的回报 几十个percent 然后在 上 一个月 美股也都涨得很厉害 有几只 都是可以涨到过倍的 那如果大家 真的 要把握一个机会的窗口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 在下面Google 还有 即有张Google link 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填一张form 那就和阿妍了解一下他的那个 投资策略 等等 就和他了解一下 沟通一下 因为我自己都相信 真的 这一年怎么也好呢 你一定要找到个方法 去赚多些钱 因为今年的机会窗口 就只有现在这一刻 之后的四年呢 我相信是会比今年更加难 去找到钱 那大家一定要好好 把握这个 这个机会这样